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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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Cinningspot和影哲戴的影评人Counter Artists 今天又我和Wai cùng大家去讲评一些新片 今个礼拜就是农历新年,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那我也祝大家万事圣以心上事成 今个礼拜就不用讲只是这个荷税片的天下 大家都是会去看一些荷税片的 所以今个礼拜我们就会和大家都是讲三部电影 当中就包括两部这个华语的荷税片 包括这个在票房和口碑都赢了的毒蝎大撞 那这部电影其实是除了香港之外 在很多地方包括这个美国、澳洲都有同步上映的 所以我也有去看到,那我应该和大家讲一下 那之后就讲另一部都算是话题之作 就是这个天龙八部桥风转 那虽然香港的票房就远远不及这个毒蝎大撞 那始终都是一个金融经典的改编 那都很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下 那最后就讲一部西片 就是今个礼拜会上映 就是在奥斯卡和金球长都有提名 在金球长之前都拿了奖的 这一部伊利社林的女妖 那听过戏名就可能有些奇怪 那究竟这部是讲什么的呢 那我现在和大家讲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毒蝎大撞 那我讲这个毒蝎大撞 可不可以看之前呢? 那我不如问一下你 那你听到这个戏名 又或者看到之前他宣传的海报 那些资料 你觉得这部是什么戏呢? 那些毒蝎大撞 是不是就是说一些律师 是靠口去找饭吃的律师 所以我也是想想 会不会和又之前的正义回囊 那类是否也是那类戏呢? 那我想很多人之前看到这个戏 就是这个宣传 就是王子华做卖点 再加上毒蝎 那样,就像洞督少那样 以为是一个很喜剧 很搞笑 有些木犁头 又或者好像之前王子华 早几年那部荷税片 就是这个什么洞督特工 又或者这个麦代宗斯 那些这么疯狂的戏 那但事实上是完全是相反的 那其实这一部是一部 非常确定的法庭戏 而且也不仅是以王子华做主导的 那实际上其实是一个 可以说是叫做剧本主导的戏 那这个其实是 和我们当初的预想是有少少分别 尤其是电影公司之前宣传 其实都很推卖王子华 就是令人觉得去年 他的饭气功心 就是一个喜剧片 就破了票房纪录 那这次可能会不会再延续上一次呢? 那其实就不是的 那这部戏呢 那其实在开始呢 王子华做过的裁判官 就是说他真是很延续的 那结果后来就 就是没得升职 那就变了自己去私人执业做律师 那接了一宗案 就是一个药宜案来的 那他也是很隆隆隆的 那他也是很隆隆的延续 那结果令到这个当事人呢 就输了官司 被判坐牢十几年 那终于令到他洗心革面 那开始认真回去做律师 那后来就获得一个 帮这个受害人上诉的机会 那整部戏主要就是围绕这宗案 他怎样去帮这个受害人翻盘 那所以其实整部戏的故事 是非常直接的 就是主要就是交代这宗案 那其实说回这部戏 首先要说一点的那个导演 就是吴韦伦 那其实这个导演呢 就是都在这个电影行 也有很多年了 那他开始就 就是如果我看回资料呢 其实他在演艺学院的时候 是读导演是出身的 但是他进了这个电影行之后 就一直都是做编剧而已 那主要就是写一些动作戏 尤其是帮林超燕 就像之前那些证人 什么线人 什么激战那些戏 那些戏呢 全部都是他写的 那后来他也有写过一些 就是警匪片 好像就是之前的韩战义 就是去年 明日战记 和凡起工身未破棄局之前 的最高片防电影 都是他联合编剧的 那所以大家其实开始以为 他第一次做导演 都会选取一些警匪同作片 那但是呢 他就原来就拍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法庭戏 而且都是民气为主 那但是可能他编剧出身 那所以这部戏呢 其实他的剧本是很仔细的 就是整部戏都是一些对白 又或者是一些场面 都是非常之满满紧扣的 所以我觉得整部戏 可以说是用剧力万军 就是非常之劇情 非常之紧臭 就是整部戏 虽然是两个多钟头 一百三十分钟好像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漫长 没有什么所谓的厕所位 没有什么妥气 就是我看的时候 都是基本上 甚至是没有去看标 又或者没有去厕所 就是这种感觉 我想是去年 就是自从看完这个神探大战之后 就是第二部的令我 完全是没有一个感觉 有点闷 又或者中间会有点 想去厕所 看看标 那些感觉 就是这个节奏非常之明快 非常之紧臭 劇力万军 是很精彩的一个法庭戏 那听你这么说 就是一个编剧出身的导演 也都有一个好剧本 也都看来他这个执道的功力也都不错 但是这个某单虽好也要六页扶持 那些演员又做得称不称职呢 就是除了王子华之外 其他的演员你觉得怎么样 王子华就当然是非常之好 好像刚才所说 这部其实也不是 就是完全是以他为主去开发的一部戏 那其实他开始 就是他做台判官的时候 还是有少少 保持一些动得笑的戏 就是有少少搞笑的戏 就是有少少搞笑的 但是越发展下去 其实他的角色 是比较悲情一点 就是他基本上 是被人踩到地底 跟着又爬上来 可想而知有多少 就是不是一个很搞笑的角色 他好像中段 就是他是欧猫那时 甚至是被仇人追债 又要被人包樽 跟着又要放低身段 求人那些 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喜剧角色 但是我觉得他都拿捏得不错 就是证明了他除了做喜剧之外 其实他做一些比较正式的喜剧 都是一个高手来的 那其他演员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之好 就是好像做他的对手 就是这个检控官的謝君豪 一直都是一个演技派 那今次他做这个检控官 都是保持一个很强的气势 我觉得就是很表现到 那种检控官的气质 那另外就是比较难忘些 好像有王敏德 都很久没有拍戏 那他今次其实就是做 里面一个 所谓有钱人家的一个 法律顾问 俗称就是所谓的高级契弟 那他做这个角色是做得很清晰的 就是我觉得他做出来的效果就是 因为不会很自觉地做这个反派 但是就令你觉得他很认真 那另外其他人物 就好像做王子华的拍档 那两个 就是一个叫做何启华 好像是做他的师爷 好像ERROR的成员 他都挺搞笑的 另外他做他的那个拍档律师 就是那个女生叫做杨诗永 其实他之前早两年做一套同志片 叫做《喜欢你是你》 当时其实是非常之差的 但是他这次我觉得是进步不少 就是他虽然未至于说非常之好戏 但是他看得出是有努力到去练习 就是好像他练习他的所谓的律师康 我觉得是做得挺好的 就是很体现到那种好像律师的感觉 那另外其他演员方面 好像廖子瑜 他做一个反派的角色 今次对白不多 但是敦气的款式也挺有气味 那反而有少少失望的就是王丹妮 就是之前胡艳芳 其实他在这部剧里面的角色也挺有发挥 就是做他那宗官司的当事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因为之前胡艳芳入气太深 又或者他本身的演技 其实也未去到这么高的境界 所以他做这个角色 我觉得仍然有少少梅艳芳的影子 又或者他演很多感情戏 那些很激动的戏 也有少少做戏感觉 不是说真的可以自然流露到 所以都是有不少的进步空间 都看来是一套值得一看的何岁电影 但是现在的河岁电影就好像和以前传统的河岁电影 一般都是开心喜剧或者闹剧 那现在的河岁电影都会是一些比较认真一些的电影 是的 都可以这么说 其实这部电影我反而有点像周星馳 90年代有些电影 好像九斤芝麻官 那些深色官 最初主角其实都是有点像傻傲物 都很厉害的 但是就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挫折 最后之后呢 但是都被他爬上来做一个绝地大反击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套路 不过当然这部是一个比较写实的电影 没有周星馳那些那么夸张 另外讲一些技术方面 我觉得这部电影 尤其是刚才你所说 你和这个正义回廊都是一个法庭戏比较 那一部我觉得就比较电影语言运用上 有多些开创性 就是导演可能想多些不同的方法去讲故事 又或者用一些具体化的画面去反映 男主角那些心理那些变化 但是这一部就比较简单直接一点 纯粹就是交代故事 没有什么花巧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像电视剧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看回整部电影的剧本 那个张力是足够的 所以是不需要这么多花神都可以 那唯一技术上有些少少疑问 也不是一个无伤大压的疑问 就是我觉得尤其那场法庭戏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它那个光的色温好像不是很统一 有些场面好像有些镜头好像比较黄一点 那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它那个场景 它那个法庭本身是 好像上面有很多窗戏 那变了很多自然光 不知道是不是拍摄当时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那些光不是那么统一 所以有些影响 我听说去这个法庭好像是一个以前的法庭 那现在就好像是停用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房本身就不是很大的 所以它拍摄当时也有不少挑战性 所以现在我觉得看起来都不错的 但是技术上有些小瑕疵 那当然对于大家去欣赏这个故事 或者看回人物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那我纯粹一点点沙石来说 那你又要求看电影 那讲完这个现代的法律片 那我们不如跳一跳去讲一下另外一套 就是金融小说改篇 那这个《乔峰传》 那其实《乔峰》 《天龙八部》 或者《天龙八部》这部小说 是我其中最喜欢看的金融小说之一 那在这部小说里面 那乔峰是绝对是一个非常之悲剧的英雄 就是整套戏里面的一个重心 那你觉得这个欣子丹飾这个乔峰 你觉得成绩如何呢 我觉得如果跟去年《乔峰传》 《乔峰传》两部谷比是好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今次这个《乔峰传》 也是王晶去监制制作的 跟去年《乔峰传》一样 但是就是由恩子丹做主导 因为他是总导演 监制得有份也有主演 所以跟去年那个做法有点不同 我觉得他今次都是跟回他一般的风格 以这个动作戏为主 所以动作方面是OK的 但是文气方面 我又觉得始终是差一点 那去年那一部《乔峰传》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虽然已经是两部曲那么长 但是剧情也有一些流水仗 始终沿着这么长篇 你要把它浓缩成两部戏 始终有很多东西都要删减 但是又要交代很多剧情 就变成了纯粹流水作业 那今次这一部比较好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整部电影就是恩子丹说了事 就是完全由他围绕着他来做 所以故事和剧情 都是集中在他身上 反而没有上一次以前那么分散 虽然当然都会有些流水仗 因为始终的缘绝都非常之长 就算你只是说乔峰 你不说其他段宇 或者推出那两个角色 那我只是集中去说他 都会变成有些交代剧情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投入过去看上次《乔天》 不知道是你否认同 那我觉得跟《乔天》比 那这套是比乔天好看的 就是娱乐性的方面 那也是因为可能之前看了 恩子丹另一套《守救》 那我觉得实在如果他没打的话 就好像没什么好看的那样 那看这套戏吧 那第一场他和徐小明 饰演的《救魔智大师》对打那一场 其实是挺吸引到我 我打算这套戏 起码不要管他的文气如何 起码打得好看 那再加上这个 他的母子也是日本人 我一时间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高援见智》 《高援见智》也推介过 他之前是日本拍《浪峽劍心》 也很多在港产片上做母子 所以当我看第一场是满有期望的 就是当我看第一场的时候 也都看到下去 接着去《聚言装》那场 就是他一个对全世界 也都拍到少少少英雄气概 虽然都是差一点 但是恩子丹始终文气方面 那个表达也是差一点 但是那里也打得挺好看的 但是可惜去到中段以后下去 我觉得那套戏就好像有点走下坡 是的 我觉得动作场面 好像刚才说过 其实《高援见智》也是所谓恩家班出身 以前也是跟着恩子班拍戏 但后来他回到日本去拍戏 其实也很突出的 好像你刚才说的 《劍心》系列 我觉得他每一集 由他做动作指导 都是有些新意 有些变化的 就是开头 无论是他开头那几集 直到他最后一篇 每一次的动作 或者他的武器 都有些新意 玩了一些新东西 就算是他之前去大陆拍那套 网络电影《烈探》 就是任然齐做的一部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那部电影虽然成本很低 但是我觉得他有些动作设计都不错 就是玩的那些双刀或者武器 那些棍子都挺有看头 那这套其实他做这个动作设计 我觉得是有期望 但是就是因为有期望 所以会有少少失望 那虽然他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打法 有拳脚 有些掌锋 有些特技 后来又出了剑 但是我觉得反而是没有什么 一些真的非常难忘的场面 那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设计 或者是因为因子丹主导的问题 那么看回他之前 他自己读担大陆的电影 就都很突出 但是今次跟着因子丹去做 反而差一点 不知道是否因为 始终主导的不是他 所以有这样的原因 那好像刚才所说 我觉得开头那场 《救摩志》那场 我觉得是打得挺好看的 就是在客栅那里走来走去 那之后最研装的那场动作 其实已经是跌了一点点了 但是都勉强看得下 因为人多 一个打几十个都有一些看头 那反而之后 我觉得真的弱了一点点了 尤其是他最后那场 和这个吴越 就是这个慕容服 那两个都是西军力敌 吴越利亚那些是武术冠军 都很能打得下 尤其是就算你先不要说拳脚 就算他的特效 都是有些普通 就是好像抖转星移 这招很厉害的 那你无端端反转到镜头 那就是有些随便 那当然你跟以天比那些 什么人肉大车轮 那比是好一点 但是也有些失望 那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 就是臨美那场 差一点的动作 臨美那场 给我的感觉 就是看着以残片的感觉 就是你以前 我给了一把剑 那些 那我觉得现在那些 电脑特效 弄到有少少这样的感觉 那当然是 唐十八掌 那些是 你怎样去将它表现出来 那就是要看你的电影 創作的效果 但是正如你所说 和吴越两个打得之人 那我想着 就是没有想着 会那么多电脑特技 在那一场那里 因为想着最后那一场一定 通常是打得最精彩 那两个就是打升出来 那应该是会抽到飞起的 那怎么知道 原来就是大家在那里放劍 那样 那所以就绝对是 有点失望 那也都是因为 我刚刚说就是说 就是中段下去 就好像有少少 就是跌窩那样 为太过好看 那因为另外一方面 就是讲一下文气 那因为那个故事可能就是 就是金融的小说 我们之前其实都有讲过 就是对比一下金融和古龙的小说 就是一个是比较的合拍电影 那金融的 因为它的故事实在是太丰富 里面的情节 人物的千丝万漏的关系 那变成你看这套戏的话 你会觉得有时候 就是 就是不要说没有看过小说的观众 就是好像我这些看过 但是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不是很记得的 都觉得就是有点难追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 好像他预认了你一定知道 为什么那样 那就是例如好像 就是乔峰 怎样跟阿朱 发生这个感情呢 那样好像突然间就来那样 那中间有很多东西好像没有交代 那另外就是说 就是里面那些 就是一些人物的 有没有忠于《原著》那方面 那你觉得这个 他和《原著》的故事 有没有什么出入呢 还是你觉得他做得 在故事改篇方面 你觉得怎样看呢 《原著》其实我早两年 都有看回整本小说 那时候疫情没有东西 就看回看小说 那我觉得他整体上 那些人物的《原著》 其实都算是终于《原著》 好像出场的人物 都是跟回《原著》 没有另外加一些 无厘头的角色 那样 那我觉得都可以的 但是他好像你刚才所说 始终他剧情太丰富了 变成有时 就是你为了要交代很多剧情 就令到那些人物的《原著》 有些关系 就变成了有些少 突压感 就是好像突然间 就发生这些事情 突然间 就两个人就有仇 突然间就好像 就好像喜欢了 那始终我想 你要把太多的原材料 收入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里 令到很多东西都省略了 包括感情都省略了 所以就会差一点 尤其是 如果你是熟悉《原著》 就没有建立 就不是那么有说服力 就好像乔峰和朱那样 你说乔峰喜欢了乔峰的少女情怀 都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像我们之前讨论过 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反过来 你说乔峰会喜欢乔峰 如果你纯粹在戏里面表现出来 就不是真的很交代到这种感觉 是啊 另外 其实乔峰本身 就是他这个人物角色的设计 就是金庸当年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其实他将它设定成一个悲剧英雄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外族人 我们当年就读蝎丹 现在原来是 拿回正是叫蝎丹 我刚刚听那套电影的时候 也有一些懇疑 那些是不是他们读错字呢 原来自己一向都是自己读错 但是其实他这个人物设计上面 其实套用在我们现在 就是今时今日的社会 也是很relevant的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外族人 就是在这个汉人的地方长大 就是从小到大 就因为经常打仗战乱 所以他就培养了一种仇爱的心理 所以他是跟那些汉人一样 大家对这些外族都是恨之入骨 就是一定要先打先杀为快 但是后来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个外族 而他身边的所有人也都发现了这件事之后 就立刻反转猪肚就变屎 就说你是外族人 你非我族裔其身必义 所以接着大家就和他全部反目胜手 所以其实他的内心气是很重要 因为他是很torn between两个世界 以及自己也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定位 究竟我是一个汉人 还是我是一个揭丹人 还是我应该怎么去对待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互相撕杀的一个战乱的情况 你应该怎么定位 所以和现在的全世界的社会风气有少少都相似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两极分化都很厉害 大家不同的理念政治观念的人 大家那些突然间反目成手 各方面原本今天朋友明天变了敌人 或者你不理睬我我不理睬你 你这些都很普遍存在 所以其实乔峰这个角色是很反映到这一件事 以及你以前就算看电视剧 就是梁佳仁那些 你那种感觉也有少少悲情少少 但是恩子丹在文气方面 我觉得他真的要努力一下 是啊 他这部电影我觉得动作器就OK了 但是文气真的弱了些 尤其是如果大家看广东话版 由他亲自说的对白就更加不太好 就是他的所谓的口条 就是这个港对白的能力真的弱了些少 我觉得他整部电影没有什么 哪一场文气就是交道气了 就是由这个开始他被人屈杀 就是这个养父母杀师傅 再到后来在罪言庄和那些英雄 就是走别那样 那就是都表现不了那种豪情概天的那种感觉 那之后和阿朱感情戏也都没有什么火花 就是加上可能他年纪都是大了些少 那就是我记得原著乔峰好像都是三十多的 那但是他现在都差不多六十 那变了他和阿朱的感情就说服力就差一点 那再加上再到后来一直和镜湖那场 就是要报仇那场也都是差一点 就是或者他杀了阿朱之后 就是那种悲情也都不是很表现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整套戏最大问题就是 他虽然动作戏伸手很强 因为宇宙最强 跟阿乔峰一样 但是这些文气就真的完全是不行了 所以变成也因子丹 反而其他角色 我觉得有些都值得说一下 那又给你说一下 那当然要说一下这个呂良伟 就是呂良伟 就是想不到香港的演员好像真的僵越老越辣 就是每个老夜走出来都看过一些新人 有时候都有这种感觉 那呂良伟出来也都很有那种枭雄的感觉 另外还有什么特别呢 《狗魔智》反而印象深刻一点 其他都我觉得一般 那你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主要是看一些女演员 因为上一次以天就被人说 平交面人 周智悦和小超 这次被人勾了 因为这次听说是因子丹坚持 不会用一些人工化的演员 所以要找一些自然的面孔 这次就找了这个叫陈玉琦 去做这个阿珠 另外就找了刘阿瑟 就是这个香港金藏英侯 去做这个阿子 那我觉得阿珠 就是这个陈玉琦 就是这个样子都自然一点 比之前 甚至有点像之前 以前做因素素的那个阿珠神帝 就是香港那个小姐 但是我觉得她的戏都是一般 就是她几场感情戏 就是除了大只眼之外 我又不觉得看到很多表情动作 就是听说她之前也做了很多剧 好像之前她也做过以天 做过赵敏的 但是这一步 我觉得就不算有很大发挥 不知道是否因为对手 和恩志丹没什么火化 所以就未必表达到那种情深的感觉 那另外阿子也都是有点怪 就是劉雅瑟 大家都知道是好戏之人 他之前做几多戏都很好 但这次阿子的角色 我觉得是与袁柱是相距最大的 与袁柱的角色 与袁柱的角色 因为大家都知道 阿子是比较阴险毒辣的 就是很少人 其实是一个很瘋 但是他今次在电影里面 可能刚刚出场 就比较像一个小金班 尤其是他跟着乔峰 去打最后一场大战 纯粹是跟着乔峰旁 又不过有什么发挥 就算是之前镜湖那场也是 你说他真的很阴险 很奸扎又不是 又说他是很独立又不是 我觉得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部电影 可能之后还会拍续集 这个角色还未有什么 所以是差一点 其他角色方面 我觉得是女梁伟造 慕容博都可以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的组型 我觉得有少少像 印度人 所以他那个角色 应该是鲜碑族 鲜碑族 即是有少少蒙古人的身份 不知为什么会变得像 印度人 另外 好像你说 邱摩子 就是徐小明 都挺难忘的 其他那些角色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 就好像说英雄 想着你会有些气氛 但是他做阮升族 就是做段正纯的情婦 我觉得又不是很相似 又不是很合 差一点 是啊 这个 你突然间说起 我想起 就是你说 阿欣子丹文戏差一点 我想起他有一场 是 就是一开场的时候 和丐帮掌佬 大家分手的时候 那他说 丐帮掌佬要用手 这个刀刑 那我那一场戏 是差点少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想着 就是他很 就是原著就是说 就是 就是阿乔峰很合意地 就说 你的掌佬年纪大了 那些等我 我年轻的来 和你授这一刀 但是 一不止 但是演绎就有点有趣 就是 刀刑啊 跟着拿着把刀 指着那些掌佬 好像是想怒他们 跟着说 不要紧要我来 有点周星馨 我没事 就是 他做戏有点 就是 差了一点 就是 我也是 难多两句 还有刚才你说到 丐帮 我又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 有时国内的演员 跟香港的演员 有节奏好像不太相同 因子丹和陈玉琦 那样 我不知道是否 始终两地演员 语言上 又或者交流上 都是有点距离 就是可能 我觉得 会不会他们在现场的时候 可能 因子丹就说广东话 跟着那些人就说国语 那就变了 大家好像没什么 真是一种很对气的感觉 表现了出来 就差一点 我觉得都会是 就是 你始终文化差异 还有就是 就算你听的话 就是 就是 就是无论国语也好 广东话也好 就是都是会有一半的人 是要配音 那另外一半 就会有现场收音 那种感觉上 好像差一点 那这些就是 就是合格 或者就是香港 和中国的话 始终 就是 就是 语言上面 文化上面 都是差一点 那刚刚 那《喬风传》那里讲开 就是说 现在这个世代 很多人就 就是同一层 有时候有些朋友之间 也都会突然反目承受 那 其实这一件事 就只是我们 接着要来介绍 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就是 伊利赦林的《女妖》 那就是一部爱尔兰电影 有Colin Ferrell 和Brandon Gieson 两个主演的 那就是正正就是说 在这个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是不是 二几年 三几年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的爱尔兰 那就发生在一个小岛上面 那正直那时候 爱尔兰的 就是命令那里 那里呢 就在打内战的 那其实是对于这个 就是 隔岸观火的小岛来讲 其实就 没有什么大影响 那但是突然间有一天 那这两个好朋友呢 就 有一个就和另外一个说 我不想再和你聊天了 我们不再做朋友 要割席分座 大家要 那接着就牵连起一连串的事件 就是整件事情 越发越难收拾 越来越就是 两个原本是好朋友 那就想想一下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另外 发现到 那接着 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之后 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重修救好 但是也都 因为一个意外的事故 那令到 原本可以做回朋友的 这两个人呢 又再继续反目 还要大家互相撕杀 所以我觉得 这套戏 其实对现在这个 反映到现在这个时代 尤其是在英国那里 就是北爱尔兰 和爱尔兰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恩怨情仇 就是一直都是久前不清 再加上现在除了在英国 就是差不多全世界很多地方 美国也都不例外地 就是民主共和两党 这个左派和右派的人士 各方面的话 大家都是有很多 就是爭執 那其实原本都可能 大家是好朋友 但是就因为 一些观念 或者政治理念不同的话 那大家就会 就是突然间 反目成仇那样 就是不单止说是不说话 那有时候就 就是初而口角 继而动手 你想不出声的话 另外一个都要 聊到你出声 大家接着再大打一场 那才叫做OK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套 可以提名奥斯嘉 和金球长的话 是由他的成功之处 那你看完之后 那个感觉又怎么样呢 那这套戏 就是那个故事大纲 其实都有一些吸引性的 就是好像你说 两个朋友突然间 不知道为什么反目成仇 那跟着 还越来越激烈 那搞到又要致残 那都挺夸张 那所以其实 也有一个追看性 那虽然本身 我就不是特别 喜欢看一些英式的电影 就是爱尔兰 那些小岛风情 那些电影 其实我不是真的 这么吸引的 那我就有兴趣看这个故事 而且也都好像你刚才那样说 其实这部电影 很明显是有些 借股奉金的情况 就是表面上 就是说20年代 爱尔兰内战 爱尔兰的人那些分裂 那但是 如果你反映回现在 其实世界上 很多地方 就是在一个国家 或者地区里面 都有很多人的分裂 那有时候 这些所谓的分裂行为 其实都 原因其实都很简单 可能就是 纯粹就是一些政见 一些政治意见不同 那就突然间 已经反面了 就好像你说 好像英国里面 那些英零三岛的问题 又或者 美国也是 好像你刚才说 民主党共和党的支持者 以前可能都是 纯粹是 大家互罵 但是现在 差不多是互骗 就是血肉 无忽 那就是搞到 那其实就算是香港 我觉得都有一个共鸣感 就是大家都知道 几年前香港 发生这么多事 那很多人 当年 都是无端端都绝交 好像我自己 也有很多朋友 在Facebook上面 就是30年 可能说30年 或者20多年朋友 无端端就说 要unfriend 因为可能 纯粹大家政见 又或者一些意见不同 意见不合 那无端端互骂一场 跟着 还差点大打出手 那就没有friend做了 那其实 你对比 就是你说 戏里面 那些情节 很荒淡 很荒谬 但是其实现实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觉得 所以这部戏 其实的确有它 反映现实的意义 那也是非常值得大家看的 那我觉得唯一可惜的 就是因为 可能我们对爱尔兰的文化 的了解不够深入 那其实我觉得它里面 可能有很多象征意义 就是例如其中 Coin Farrell 養的那只 Donkey 那只奴仔 那我相信是代表一些东西 但是我也都没办法理解得到 那它里面其实也都有很多 就是和它人物出场 有些是警察 有些是诸事的 就是商店老板娘 那也都是她那个 就是她那个妹妹 那也都是离开了这个岛 去了Mingland那边 那我觉得 其实很多这些东西 都有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在那裡 那我就希望 就是如果大家观众 有机会看了之后 如果你知道那些意义是为什么 不妨可以留言 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我有时候 就是可能在美国久了 那对于这个 就是欧洲 或者英国一些 就是那些 那些文化背景那些 那些 那些文化背景那些 那些文化小了 所以就差一点 所以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方面 是影响了我 我没有能够这么加 投入下去看 如果可以 就是对它们那些 爱尔兰的历史 或者它背后的象征意义 或者它里面 一些动物 或者一些所代表的人物 或者背景可以多知多一点 那我估计这部电影会更加有趣 是啊 我和你也有点同感 就是我觉得 里面很多细节 其实我都不是特别的 能够得到 那当然如果我之后 会再做一些研究 可能我会明白多一点 但是好像刚才这么说 这类型的电影 其实我又不是特别 非常喜欢看的 那所以我就 纯粹都是看一看的 那我想我都不会再 深入去研究 那当然如果大家 对这些英式有兴趣 那我也是了解一下的 又或者如果大家 想看一些演员 都可以的 因为这部电影 这三部电影怎么排 我听你讲完 我估计 我会期待看《毒舌大撞》 那这个当然 当然乔风转 就会在这个 伊利石林的《女妖》之上 那因为 到底都是一部 就是港产片 那也都是 说回 那些语言 那也打得都有一些 看头 那所以我就会这样排 是的 我和你都是一样 那这个《毒舌大撞》 不用说 是赢了整条街的 是超级值得推荐 值得大家去看的 那乔风转 当然是有很多缺点 那但是纯粹 当我来看看动作戏 那新年轻轻轻轻轻轻 都可以的 那伊利石林的《女妖》 虽然很有心意 但是真的是 气种方面 不是我杯茶 那所以我就排在第三了 那那 那今个星期呢 我们讲的电影就讲完了 那下个星期呢 就做了和大家讲一些新片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就请帮忙一下 like和share我们的片 又或者去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那如果喜欢声音节目呢 就可以去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又或者去Spotify 找到我们的节目啦 而喜欢文字影评的呢 就可以去cinesport.com 电影网站里面查询一下 那这个毒舌大象的影评呢 都已经放了上去了 而这个乔风转呢 的影评也都会放上去的 那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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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